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全身心地信任他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在意这些了 那你把我当什么呢 请问 实在我当时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你就别骗我 他是男生 正常的朋友关系我为什么要介意呢 还有后面我们一起出去玩 也是跟另外我们共同的两个朋友 因为另外两个男生叫他约人 过来一起玩嘛 他就笑着对我说 我约了那个女生 当时也跟你提前说了呀 那天我才知道 原来他早就已经嫁回来了 至于他们两个沟通了一些什么 我是没有看的 因为当时我就很生气我就走了 后面我就是知道 你会建议这个很生气嘛 我就还是删掉了呀 但是为什么你删了 还要嫁回来还要瞒着我 这是属于我的立场 因为我对爱情来说 我都是比较纯粹的啊 听懂 听懂 这单纯男女关系我无所谓 我问他两句可以吗 跟那个女生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以前经常出去玩 所以不想 就这样就放弃一个朋友 确实就是普通的友谊 是吧 是的 但是经常跟那个女生出去玩 在没跟他谈恋爱之前 是这意思吗 是的 那为什么要删呢 你正常关系可以不用删 我就是一个好朋友 我跟你说清楚 我没法删 删了干嘛要嫁回来呢 我删的时候就很冲动 就是觉得还是女朋友 肯定比较重要嘛 嫁回来就是要不想放弃啊 不想放弃什么呢 两边都不想舍弃就是有一点 行 这个哥谁谁心里都不舒服 是吧 因为这个女生 我们也吵过很多次了 现在还联系吗 现在没联系了呀 那当初何必呢 是吧 然后还有她的异性朋友 是真的非常非常多 就一起打游戏的那种啊 亲密度非常高 而且那女生跟她拉的关系是闺蜜 所谓亲密度高指的是什么呀 那游戏玩一局 可能一局的亲密度才三到六分 但是她们的亲密度 已经将近三千了 我之前跟她玩 我跟你在一起说 没有跟她玩啊 那她也给你打电话呀 你还跟她吐槽我做 这你是怎么发现的 看到的手机 当时呢 也是找我打游戏什么的 然后我说不玩了 我有女朋友 然后她就问我女朋友 是什么性格的 然后我就说是比较做的那种 也不是带种吐槽的意思 但是我自认为我对你不算差 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了 两位关系叫密的女性 对吧 一位是出去玩的女性 一位是打游戏的女性 是吧 还有吗 而且她的社交圈里面 是各种的女生 包括聊得比较暧昧的 或者前女友之类的 一直都有保留 即使人家把她删了 她也没有删过 我不知道她留着干什么 那都是以前的 我以前一个人 没有删这些的习惯 也不会去考虑这些东西 那我要是把我之前 所有的全部都留下来 你会怎么想 而且你们的聊天记录 是全部都有的 你知不知道 我每次看一手机 真的就是 浑身都在抖着出来 你懂不懂 不是 您看这抖 是看以前的内容抖 还是看现在的内容抖啊 现在跟以前抖 今天的话 我是有带来一张 她跟其中一位女生的一个 是你们交往之后 她跟女生的聊天记录 不是 是之前 她一直都有保留 这个就不对了吧 她没跟你谈恋爱之前 我们先看看吧 晚上去敲你家的门 你变了 说好要同我一辈子的 会谈恋 这之前的是吧 这之前的 她跟您谈恋爱之后 还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 跟我谈恋爱之后 这几个女生 她有去约出来玩 她说我没有把人 真真真真的约出来呀 你有没有想约 想约 她都已经提出来了 只是那个女生没有出来而已 就被人拒绝了是吧 但是你是笑着跟我说 你又把那女生嫁回来了 不说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在我心里也是很大的一个事 我先弄清楚事实好不好 您完全沉浸在一个悲痛之中 这个恋爱把您谈的 就已经谈得好像这个 要死要活了 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树立的一个 我被一个男人欺骗了 体无完肤 我很受伤 那我们从事实来说嘛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短信 是她在跟您交往之前 跟别的女生的短信 是 还是不是 是 在跟您交往之后 还有没有这样内容的信息 我不知道 直接回答我事实 不知道 所以您在意的是 在看过这些微信之后 看过这些内容之后 你发现跟她有这样 亲密度聊天的 或者说 在你们没有交往之前 这个男生的一些过去的情史 那些女人 这个男生 没有跟他们断干净 是这意思吧 是 就是你在意的是说 跟我好了之后 你应该一心一意地 跟我在一起 可是你发现 她没有这样 你的气氛点在这儿 对还是不对 对 好 那么在跟您交往之后 她除了跟以前的那些 关系比较亲密的异性 由你认为的亲密往来 还有别的吗 没有 也就是说 在你的心里 你认为你的男朋友 跟他以前的那些 所谓的普通的异性朋友 其实亲密值和亲密度 还保持着 是吧 是的 咱说清楚嘛 如果这是以前的 咱们没有办法去评价 但如果说 跟您交往之后发这个 那我们知道怎么回事 那我们现在弄清楚了 行 女生会觉得说 男生对你不专一 你什么感受啊 我之前确实是那种 年纪小 然后比较爱玩的那种 嗯 当时美哥呢 在慢慢地收心了 慢慢地改了 但是他有时候 就是太过于敏感了 比如我点个万卖 他都会说我 为什么 点个万卖 那是因为我给你做饭了的前提下 是我每天都会准备饭 才让他带到公司去吃 结果他对我做的饭 才不好吃 是我拿你手机去 点万卖的时候 我才看到 你还在点万卖 我当时带了他做的饭嘛 然后我就觉得没吃饱 我就想点一个饭 哎呀 没吃饱 再点一份行不行啊 姐姐 但是这个事情是在于他骗我 连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都要骗我 不是 我没骗你 我怕你伤心嘛 我没吃饱 我再点一份 你做的太好吃了 我相信啊 我根本不会伤心啊 我在意的完全不是这样子 我在意的是 为什么他带了我做饭菜以后 他还要去点 你看主持人老师 他就是太敏感了 还有就是 连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 你都要欺骗我 我跟你在一起以后 我整个人 我每天晚上都是被噩梦吓醒的 不是 你跟他谈恋爱 你每天晚上都被噩梦吓醒啊 对 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我跟一个女孩子 很暧昧什么的 他就给我发消息 我当时在上班 我当时叫他不要在意 不要去想那么多 他就是要一直跟我说这个 然后后面跟我说 他要赶快回到睡梦中 去胖州那一堆 就是指的我和另外一个女生嘛 最主要是后面过了一会儿 他还问我 微信有没有一个 叫什么新的女孩子 我就搜了一下截图给他了 那个人的名字 跟我梦里面 那个女生的名字一模一样啊 所以啊 我给你看了 我怎么想 我这女人的第六感 你让我怎么想 你一直跟我说这个第六感 就是你在梦里梦到了 她跟一个叫盐品红的女人好上了 是吧 然后你梦醒之后 你是记得说 你有一个姓盐的女人好上了 还是说你跟盐品红好上了 盐品红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惊喜地梦到了那个人的名字 我才会让他去查 是是是 你梦到了他的名字之后就是 就是你梦醒来之后 就坐在那儿说 你跟盐品红有关系 你把盐品红的微信查给我 还是说 我梦到了一个 你跟姓盐的有关系 我只是让他查一下 我只是让他查一下 有没有这个人 我说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梦到他 哎呀 这也够神奇的啊 我当时觉得很毛骨悚然啊 我听得都毛骨悚然 咱这恋爱谈得这么紧张啊 咱离开他好不好 对 不好 他都这样 咱为什么非要跟他好呢 姑娘 其实也想过很多次吧 但是我一看到他 我就会心跳加速 会紧张啊 哎呀 我的天哪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太美好了啊 对 所以我不希望他什么 对对对 你别在自己的情绪里 你稍微出来一下好吗 现在我们从梦里回到现实 他不关心你对吧 就像我感冒啊 就咳得很厉害嘛 因为晚上跟他 这边就是语言通话的 这样子睡着嘛 然后我即使都已经 咳成那样了 他都没有说 让我进医院什么的 他说你随便买点药吃一下吧 哎 这事我真是不好说了 姑娘 还有他生病的时候 我都是有给他倒热水啊 给他冲药啊 带他去三甲啊 回来之后 我还上水给他抛脚啊 可是他从来不会关心我 觉得我身体怎么样 所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开场就说姐弟恋 我过去谈过的都是姐弟恋 对 我说为什么 你说我喜欢照顾别人 因此你的这个照顾背后 是希望对方有一个 对等的回馈给你的 是还是不是 没有 但是你至少要有一点点 关心我 就是还是需要回报的吗 因为我感冒事情在先 所以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但是我至少觉得 你说一句关心的话也好啊 哎 你跟他谈恋爱 谈得舒服吗 慢慢就变得很不愉快 但是我这个人就有点乖 就是想让别人管制我一点 所以他管你 你还觉得有意思是吧 可能沉浸一曲其中啊 我不喜欢管制他 太开了 在一起之前 我都是很自律的一个人 一下班就健身房 然后现在跟他在一起 就是一下班回来做饭 也给他办健身卡 也想让他跟我一起去嘛 但是就去了一次 他也没去过了 哎呀 您这有多大的苦痛啊 您这个 你的整个的这个面容 带给我们的就是 我被一堆这个男人抛弃了 我的生活简直过得是苦不堪言 我不知道我未来的方向在哪儿 你不是这个状态啊 你有自己的工作啊 你还很年轻 你可以融入特别好的生活 你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糟糕啊 因为我把我的全身心 都放在了他的手 不是 你是收回来就是了 人家没要求你全身心的吧 感情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 我也跟他说过很多次了 找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做 而且现在我跟你在一起 基本上随便一看 都是在骗我 我已经被欺骗不关心的这种 隐隐笼罩在里面了 你知道吗 我不是骗你 我的角度就是 我没必要什么事情 都要全部告诉你 你可以选择跟其他人在一起 确实我多疑又敏感 人家姑娘说了 你可以选择跟其他人在一起 赶紧走 对 我是爱你的人是自由的 我不 我不 我就今天有一个感觉啊 女生一上来就把自己 带入到了一个主人公的角色里 这个角色叫一个词叫怨妇嘛 我也不希望我自己变成这样子 但是我也怕 你现在这个年纪 你还耽误得起 但是我已经不行了 家里也在催 你要他怎么样 你给他一个你要求的 你想象中达到的一个反应 我希望他答应我要改的 不欺骗我的这种事情 好 给一个 我希望他可以改一下 给一个不欺骗的标准 至少带我去看手机这样子 或者我别 你老看人手机干什么呀 我觉得这种事情 他可以跟我直说 哎呀 我不是怕伤害你吗 但是我更害怕被欺骗 你呀 太自以为是了 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的 不就谈个恋爱吗 谈得这么累干嘛 而且还要嫁 你嫁给他你会幸福吗 我不知道 你肯定不会幸福 对啊 对啊 还不分手 但是我看到他 我就会脸红心跳 好了 难题就交给你们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就是把自己当成了 苦情戏的女一号了 你享受这种心碎的感觉 不是没事找事吗 然后把自己说的特别的伟大 这个爱情是你生活全部的主题 你以为我们所有人 会因为这个而感动吗 我们只会觉得你很可笑 他骗你什么了 如果你真的像你标榜的 你的底线那么高的话 你现在早走了 你不一样还是赖在人家身边 而不走吗 为他做饭 生病照顾无微不至 你自愿的呀 然后你对你自己的自卑 年龄的不自信 强加在他人身上 然后自己就想象说 电视剧里面 人家姐弟恋都特别的幸福 是你活在电视剧当中 电视剧里要能信 那我们生活当中就太美好了 没有任何烦恼了 而且你最可气的是 你明明知道自己一副怨副相 然后还要把这个一直演到底 你以为你有很爱他吗 我真的看不出来你哪里爱他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 不忍心这样折磨他 他不吃你做的饭怎么了 他点外卖怎么了 你对他没有那么爱 你只是现在的自我感动当中 而现在又恰巧处于 你自己以为26岁这个年龄 必须要结婚了 说家里催得厉害 然后就死命缠着他 要是爱的话就好好爱 要是忍不了咱就走 别折磨别人又折磨自己 你如果是这样的状态 下一人 下下一人男朋友 你依然会成为苦情系的女一号 你怎么样能做到 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她 第一步 离开她 谢谢 来 阎老师 男生你为什么不离开呢 我觉得有个人照顾我 管制我挺好的 所以你也挺奇怪的 在这样一种以痛苦 为追求方式的恋爱过程中 你还挺享受的 你是觉得有一个女人 比我大五岁 如此成熟 还跟疯了一样地爱着我 看到我手机就会浑身颤抖 你很享受这种感觉吗 我相信这个女生不是见到所有男人 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的原因也占很大 你不肯成长 不肯独立 不肯把两个人的关系 搞成边界清晰的状态 就是这样的结果呀 你们俩共同编织的这个网 把你俩越网越深 越陷越深 纠缠在一起 你们享受的不是爱情的甜蜜 就是这种纠缠 你自己想想 这样的生活对你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虽然你比他小 但我希望能够抽身而出的率先是你 因为你是个男生 你更需要担当 女生我倒是觉得你挺可怜的 因为我想可能你到26岁 也许谈了几段姐弟恋 但你从来没有爱过谁 因为这根本不叫爱 你只是喜欢这种失控的状态 在这种失控的状态中 你像回到了一个小时候 我做的饭他就得爱吃 我喜欢状态他就得喜欢 我的一切就应该跟他的一切 是共通的 彼此都能有感应的 这样我就可以什么都拥有了 而好的爱情成熟的心智 是我们彼此在滋养对方 是我们的爱有边界的 是我们知道你是你我是我 我们共享的是我们的欢乐 我们彼此还有自己对生活的看法 和自己对世界的需求 而不全是对方 你如果拎不清这个状态 你所有的恋爱都会是一个模式痛苦 因为没人是你 你能听懂吗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 离开这段感情 也近期不要再谈恋爱 把自己的生活整合整合 好好的去找找自己生活中 除了爱情 除了这种痛苦的感情 让你觉得活着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 是不是读一本书 或者做一场直播 你是做直播的对吗 或者你把你的关注点放到 生活中的每个细节 感受每个当下 也许你就能寻找到平静的爱情 先做自己再做爱人 好吗 谢谢 她咋可能成为那样的女人 所以你就跟着男孩在一起吧 你们俩挺好的 你天生就爱照顾人 她天生就喜欢被人照顾 你培养了那么多弟弟 弟弟一旦成熟 都会离开你 但这个弟弟可能不会 但是你担心他会 所以你想用婚姻把它套住 你误以为 只要弟弟跟你走进婚姻了 弟弟就不会成熟之后 离你而去 你这一类女神其实挺有心机的 很多时候用这一些她的错误 来掩饰你的缺点 比如其实你就是小心眼 你就是喜欢翻别人的手机 看别人的隐私 但你却以你手机肯定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你跟其他女生有暧昧 以及我做了一个梦 来为理由光勉堂皇的 去触碰别人的隐私 这一个坏毛病是谁给你的 不是这个男孩子 跟其他女孩的暧昧给你的 可能来自于前面的男朋友 前前前面的男朋友 还可能都来自于你小的时候 都喜欢去看看同桌的日记本 因为有一些女生她就是天生八卦 她就是喜欢去看看别人的东西 然后看看别人里头 有没有说我坏话呀 有没有跟老师打小报告啊 有没有嘴上跟我谈恋爱 但是其实心里想的是别的 这一类的形态就是受害者妄想症 假如你是从小在一个缺失爱的家庭里头长大 你很容易会把很多事情当成他人针对你 你是一个受害者 而你就会在生活中处处寻找这个佐证 来证明我是一个受害者 你今天找到了一堆的证明 你看生病不关心我咯 做饭她不吃咯 连梦都欺负我 梦里都有你和女孩的名字 而且她名字居然都有 这一种荒唐的话你哄谁呀 如果不是偷偷看过她的微信 早就注意到了有几个人名 颜品红 沙娜 陆琪 这三个我注意到了 然后夜里做梦 看你们三个谁是有缘人 谁入了我的梦吧 如果碰巧是陆琪 是不是你跟陆琪说了什么 陆琪是你的前女友的什么人不人 至于说外卖那个事情 自己不就是受不了的是 我的爱心便当 没有得到你向同事们展示 而且没有得到你的夸奖 你还偷偷地吃了别的 所谓的什么 我最受不得人撒谎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忽然很害怕 这个害怕是一旦你当了妈 你得是多可怕的妈呀 因为我女儿有的时候 会吃不完不想吃的东西 她偷偷地吐在手心里 想偷偷扔到垃圾桶里 假如像你一样 我的娘啊 我和我的女儿 恐怕剑拔弩张 已经水火不相容了 我会盯着她就说 你犯过这么一次错误 你撒谎 你的人生完了 你配做一个孩子嘛 假如你一直是这样的 一个状态的话 谁在你身边 都会被你欺负得 蠢草不生啊 刚刚颜品红老师说 你应该分手去找寻 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你很难 因为分手之后 你不会去找更好的自己 你会去找一个 更好操控的男生 然后从头开始 再把自己已经练熟的这一套 全部施加在这个男生身上 与其这样你还不如拿他练手 反正他已经被欺负成这样了 从不翻他手机开始 不去妄想他又跟哪个女孩子 关系好开始 从向他提出要求明确指示他做什么 然后他一旦做对了 肯定他开始 这叫做你帮他变成更好的自己 因为你训练他成为了一个 懂你的体贴你的男朋友 而不是你一味的靠 你不体贴 你不知道给我点外卖等等 不是靠指责 你想让他变成更好 更合适你的人 请你引导他 至于男朋友啊 我再告诉你 换个手机随他查嘛 一本空白的手机 他查出个花来 他也觉得无意义 再也不查了 这样的话是最简单的 你把那手机 如果有你想珍藏的记忆 你给那手机藏起来 当他给你做了摊合 你觉得不够吃 你大大方方的拍一张照片 跟他说不够吃 以及我又点了点什么 女朋友我也给你送一份 你这样一跟他说 他就顾不上生气了 这就是我刚刚跟他说的 让他对你进行的引导 但假如他没有引导你的话 请你记住 姐姐我此刻对你的引导 其他的就祝你们百年好合 早日结婚 虐完他不要虐孩子了 第一个问题 你会不会爱上一个 喜欢暧昧并且喜欢撒谎的男人 你肯定不会 对吧 第二个 他是不是一个 暧昧且撒谎的男人 他是 对不对 第三个 你喜不喜欢他 你喜欢他 这不对啊 这个逻辑 它连贯不起来啊 你明明不喜欢一个 爱撒谎和暧昧的男人 你怎么又喜欢他了呢 可是是喜欢少了才发现 哦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个状态 其实也不完全失控 你是被某一种情绪状态控制 他是不会离开你的 为什么 他可开心了 你看着他好像是被管理的那一个 他其实是控制人的那一个 他手上捏着你的遥控器呢 你知道吗 你就是一辆遥控器车啊 他要你往左往左 要你往右往右 你翻不出什么花来 你在他这儿 你被他虐死了 这种被他虐死 是你自找的 为什么 因为你找到了一种 特别的你所谓的爱情方式 这种爱情方式 可以完全的满足你内心想要的负面情绪 这种爱的方式就叫怨 怨这个字怎么解 叫心中藏恨 你对他也好 对任何人也好 都会有一种心中藏恨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这种心中藏的恨 只有这种心中藏的恨 对你来说 才是足够剧烈的情绪波动 所以你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跟这个男人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 他只是迎合了你 你的状态就是一种情绪过敏的状态 对自我的放纵导致了情绪的过敏 一个26岁的姑娘 以爱的名义 如此的放纵自己的情绪 这才是问题所在 要把爱情在我们生活中的比例降下来 因为你不能让爱吞没了你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脱明啊 一周见个一两次面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对不起 那你这个状态就是你未来的一整个人生状态 有一天他受不了你了 换一个人对你来说 依然是这样 自己想想吧 男生的状态非常客观的说 你唯一的错误你知道犯在哪儿了吗 你太快的跟他进入到了一种固定恋人的关系 这是你犯的错误 女生也是一样的 你了解他吧 你都不了解一个人 为什么给他做便当 给他当妈 干嘛呢 马上就要进入一个所谓的婚姻关系 家里吹得比较 你别老拿家里说 压力也非常大 不要太快的把自己就嫁出去了 许出去了 这能幸福吗 一周见个一回面挺好的 微信发一发思念思念 现在的爱情为什么太短了 手机一碰就恋爱了 手机一拉黑就分手了 这玩意能好吗 别拧目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也知道我以前比较爱玩的那种性格 五年七以前也比较优质 但是遇到你之后我就是 发现我每天都会在想你 而且我 我也想为了你去改变这一切 而且实实在在的这一切也 我现在已经改变了 但是你还是会得不到你一点信任 所以我想 想让你再给我 信任我一次的机会 我希望我们一起可以一起变得更好 我也想去信任你 但是 我也觉得你这个年纪呢 也不敢守在我身边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官们看一看这对年纪头的选择吧 请开门 来 来 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 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对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光 来 各位请见证 我会好感的 提亮灯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祝他们能够幸福 也祝他们快乐 了解下一集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个细心有上金心的男孩子 对我特别好 可后来我觉得他并不是只对我一个人好 而是对所有的女孩都很好 我跟那些女孩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而且我也没有做过出格的事 我对我女朋友真的非常好 他会给其他的女孩当情感顾问 还会和其他女孩吃饭看电影 我觉得这些事情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朋友应该做的 虽然他一直口口说声地说爱我 但我总感觉他是在欺骗我 无论我怎么对他好 他都不相信我 甚至说 我是因为做错了 要补偿他才会对他好 我现在真的很迷茫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相信我呢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程21岁来自河南学生 有请 小赵21岁来自河南学生 有请 欢迎两位 同学吧 同学 谈了多久啊 谈了有两年多了 怎么了 我跟我女朋友总是会有一些小矛盾嘛 感觉她总是有点不太信任我 刚开始的时候她对我也挺好的嘛 就也挺上进的 但是后来就是相处的时间越长 我就越发现 她不是说就是只对我一个女生好 大家不就称这种男生为暖男嘛 她有一个词叫中央空调是吧 对 我觉得她就像地暖一样 地暖就是让脚特别暖和 浑身舒畅 比那个中央空调更高一档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 她就对我特别好 我也感觉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挺好的 但后来我就觉得她跟别的女生 就是掌握不好那个尺度 最让我生气的一件事吧 是有一次我们俩就出去吃饭 当时她手机响了 我就抢过来她手机 就看这个短信嘛 不是 你抢了手机干嘛 因为她手机就是响了嘛 有个人给她发短信 我就想去看一下 把那手机抢过来 就看有一个女生 就给她发了一条爱是什么 之前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 就突然给她发了一条爱是什么 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而且又感觉特别奇怪 为什么一个女生 她会给你一个有对象的男生 发一句爱是什么 这也算是个小误会吧 因为那个女生呢 就也是同学嘛 她也是有男朋友的 可能她跟她的那个男朋友 可能有一点小矛盾 或者是小情绪 然后我就用她的身份 去跟那个女孩聊天嘛 我就发现那个女孩 给她说的就是 和她男朋友之间的一些事情 就能感觉到 之前肯定也是 经常就聊天的嘛 其实她也算是那种 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吐槽一下 那人家给我发了 我也不能说 哎呀 你不要跟我讲 不太好啊 先告诉我们说 你跟这女孩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真的只是普通的同学 朋友关系 因为人家有男朋友 以前聊过吗 因为是同学嘛 以前多少少也聊过 聊得还比较频繁吧 她把之前的聊事记录 还好吧 都删掉了 所以说我根本就看不到 她跟那个女孩 到底聊了些什么 就是我也没法确定说 这个女孩跟你一定怎么样 对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至少常理上面 可以推理出来 对 她不是第一次 跟那个女孩聊天 也经常聊 最让我生气的是 我用她的身份 再跟那个女孩聊了 有将近半个多小时 我说我睡觉了 我说我女朋友 让我睡觉呢 那个女生就突然说了一句 咱俩认识两年多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有个女朋友 因为我们朋友圈 也有秀合影什么的嘛 我就特别好奇 为什么这个女孩不知道 我就点进主页 我就发现 她把朋友圈 给那女孩屏蔽了 这个屏蔽说实话 我也是不太清楚啥时候 给关掉的 我也没有就很刻意给别人说 哎呦 我谈恋爱了 怎么着的 你假装是以我的身份 在给人家聊天 我也没有去干涉你 其实真的只是普通的关系 她每次都是 会有一大堆的理由 没有什么事情 和想有什么事情 你觉得是一个概念吗 可能不是一个概念 那你跟她是没有什么事情 对 我信 你想不想跟她有什么事情呢 不想 不想你为什么屏蔽人间呢 我想你为什么 跟她聊了两年呢 说实话 我发自内心的 是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给关的 不是说刻意的 有一而为之 我再问一句吧 你对那姑娘有好感吗 没有 而且人家也有男朋友 我也有女朋友 是不是只是普通的关系 行行行 好吧 姑娘这事我们听明白了 然后就是后来 新出了一个电影 我就拿着她手机 去订这个电影票 发现她之前订过 两张一模一样的电影票 然后我就一直问一直问 她做过我说了 她说我跟那个社团里边的 一个女孩去看电影了 其实那个女生呢 也是普通关系 因为我可能经常会帮她 做个表格啊 做个图什么的 可能不好意思啊 她说 要不我请你看个电影吧 而且我们看的 还是战争片 我们连爆米花银品 什么都没有 你还期待有爆米花和银品 不期待 不期待 如果说真的是帮那个女孩忙 那个女孩想让她去看电影的话 肯定是这个电影票 女孩来买吗 但是我发现的是就是 她去买的这两张电影票 对啊 我还忽略了这个细节呢 你看看 感觉让女生买票挺不好意思的嘛 然后我就说 我来买吧 然后我就还特意挑了个战争片 就是不那么暧昧 不那么暧昧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如果说看个爱情片 感觉也不好 也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心里 你觉得单独跟一个异性去看电影 还是有点暧昧的 是吧 多多少少一点不太合适 但是当时实在是拒绝不了了 就去了 你说没时间好了吧 当时确实没这么说 然后平常 比如我有个什么时间 我想找她去逛逛街 就吃个饭什么的 她这边总是有约 就是那种各种不同的女生 请她吃饭 有未必 你还有发现的吗 还有就是别的女生 给我男朋友 去买衬衫买衣服 主要是最后她还要啊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嘛 因为我嘛 就在学校里 可能有学生会啊 有些想忙 可能帮你比较多 那个女生呢 本来想说请我吃个饭了 那我就想不好 就给拒绝了 过了两天呢 她就说在那个网上看了一件 比较好看的衬衫 买给你 因为实在是就推辞不了了嘛 我可是一次都没穿过呀 再说你没穿 她昨天拍那个小短片的时候 她非要穿那个衣服 那我为啥穿那个衣服啊 我不是衣服都洗了 都不干了 都没有衣服了 我还问了你一句 你都不理我 你不理我 那我以为你默认了 那我就穿上了 因为我没衣服穿呀 你们在哪读书啊 河南郑州 来天津 对吧 陆下 你要压根没想穿 怎么会把这件衣服 带到天津的呢 她接受别人的衣服之后 她又给那女孩说什么 拍买杂秀 你的眼光 比我女朋友的眼光好 这是你怎么知道的 我发手机 找到了那个聊天记录 李大老师 你能看清楚刚才 老师那嘴型 你在吧 老师说的啥 太过分了 对 特别过分 你也是个没原则的朋友 还有吗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那件事情 还有吧 彻底的就是对她就是死心 就是有一天 我的朋友突然就过来跟我说 你跟你男朋友分手了 怎么也不告诉我 我在朋友圈看到 你男朋友跟别的女生 搂在一起的照片 我当时听到这个时候 我也特别吃惊 因为那一次拍一个小话剧 我跟那个女生呢 是属于主演吧 然后当时我们拍完之后 就去聚餐了 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吧 我输了 那些男生就取婚 让我们两个拍张照片 然后发朋友圈 我想不发表一点 感觉好像玩不起一样 就发了 其实根本就没楼 中间都没有紧挨着 就隔着空气 只是诱服那个游戏 但是她总是不相信我 主要是她就不知道拒绝吗 玩游戏嘛 那也不算特别过分吧 那我后来不是又删掉了吗 就每次有可夺的理由 她还觉得她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一点都不过分 哎呀 这个恋爱谈的累不累啊 当时那段时间也是感觉到有点累 然后就跟她提分手了嘛 她跟我提了分手 我当时也是挺难过的嘛 把她叫出来 然后就一起吃个饭 因为她不太喜欢我喝太多的酒嘛 然后我就故意的就喝了比较多 她连问都不带问的真是太绝了 然后我喝了那么多 你说我也不送送我 我就直接一个人走回家 你也不担心我的安全啊 就是啊 她喜欢刷小日评嘛 然后她给那个小日评点个赞 当时呢是一个求人的现场 然后我就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就想给她买一个钻戒嘛 我就又攒钱 然后又做兼职 两天就可以要吃一次泡面 就把那个饭点省下来 当时就给她买了钻戒 然后买了玫瑰花布置了那个小场景 其实就想给她一个惊喜 就想说我还是很爱你的很在意你 但是就这样她还是看不到 她的改变就是 把她跟其他女孩的聊天记录全部删掉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看见一两条 但后来就一点都看见不 就一点就没有了 她全部就删掉了 那我不是本来就喜欢 因为我喜欢整理房间啊 就是清理手机 清理电脑 就这种感觉好像在收拾干净 心里比较舒畅 对吧 收拾干净才能舒畅 是吧 对 不然乱刀感觉不太好 戒指呢 怕戴在手上的 男生好像很委屈是吧 对啊 我太委屈了 我感觉我都做了那么多了 你都看不到还不相信我 我觉得她给我买戒指 就像她做了很多亏心事 就像在补偿我一样 我就一点都不感觉到她做这些事情 明白了 就让我特别地感动 女生是说你犯了错了 你拿这些东西来贿赂我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对 贿赂这个词也太那啥了吧 我对她好 她又感觉好像 我对所有女生都好 然后我对她的好又感觉好像 不然那你是不是 对所有的女生都好吗 不是呀 那我问你一句啊 你觉得这些女生喜欢你吗 算不然喜欢嘛 因为我们平时 也不怎么就是经常聊天 所以女生我猜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比较纠结啊 对 她平常就是对我也挺好的 但是她跟其他女孩的尺度 又掌握不了 就让我特别地纠结 懂 就是又想往前走 又不相信她 对 男一生是觉得很委屈 觉得女生没有给你足够的信任 对 男一生现在反而想分手是吧 也是有点犹豫吧 不是很坚定 好 女生呢 因为我特别想要那种 从校园就是走到婚姻的那种感情嘛 然后毕竟我们两个就可能 也在一起两年多 如果说真的 就突然放下的话 可能也有点不舍的 懂了 就这对年轻人对这段感情 其实都有一点鸡肋的感受 实质呢 谈不上无味 但是很累 对吧 对 气质又觉得很可惜 咋整啊 各位 现在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太坏了 明明做了这些事情 把所有的错误的理由 还有借口全都推到对方的身上 她非要找我 我拒绝不了呀 定票是你买的 你怎么就拒绝不了呢 衣服你穿在身上 怎么就拒绝不了呢 屏蔽一个女孩 为什么屏蔽 要么那个女生是第三者 要么就是 她的朋友圈里面 有不能让那个女生看到的内容 你想过她怎么跟那个女生解释 两年了啊 聊了两年了 我怎么看不到你发朋友圈啊 她很有可能说 我的生活太单调了 我就不发朋友圈 就这样一个男生 你还给她留面子 衬衫她穿在身上 你还表现出来不高兴 你不给她脱下来 剪碎了 扔在她脸上啊 一个女生 能知道你的尺码 买的衬衫刚刚好 买衬衫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你有点太假了 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你知道吗 那是因为她看得太严了 你没机会 还有一点 你为什么现在离不开她 因为你发展的那些 每一个下线 你都清楚地知道 她们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做你的女朋友 因为在你心里面 你非常清楚 这样可以跟你随便 暧昧的女人 你也嫌弃 另外那个 把你当作情感导师的 那个女生 无非就是跟男朋友 吵架的时候 找你当一个倾诉对象而已 你深知 这些所有的女生当中 只有她最适合做你的女朋友 所以你现在不分手 是因为没有那个人出现 我劝你啊 在这个年纪 尽早地赶快回到 正常的恋爱轨道上 你如果再继续这样玩火的话 你未来真的找不到一个 对你真心迟疑的女生 你只能走于这些女生之间 你只能成为人家的情感顾问 你只能就当这些暧昧的人 所以回头是岸 这是我劝你的 我要跟姑娘说的是 这个年纪 碰到这样的男生 要非常非常果断地 赶快远离他 他所有做错的事情 你在替他找借口 找理由 给他圆 明明已经自己心里 非常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那样的信息看在眼里 还能再继续在一起 衬衫还能让他带到天津来录像 所以如果在这个年纪 你要是一直处于一种 忍让的位置的话 一直小心翼翼地去捧着对方的话 觉得活在这个回忆当中 或者活在憧憬当中 我希望校园的恋情到婚姻 不可能的 赶快清醒吧 谢谢 你知道他为什么 那么多女性朋友 都愿意跟他聊天吗 他通过和很多女性的交往 对韩兰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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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个 因为我好像跟别人是一样 至于姑娘 你现在处于一种 焦虑性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 其实没什么根据 也没什么证据 就是纯粹的焦虑 焦虑性的不信任 我教你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 休克疗法来治疗它 什么休克疗法呢 就是短暂的分手 迅速分 分了一段时间之后 再考虑要不要复合 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来重新来看待 自己这段感情 究竟我对于 她的关系是焦虑呢 还是不信任呢 还是不安呢 还是根本认定 她是有问题的 所以建议你 用一下休克疗法 我没有觉得就是 你是刻意为之 有那么坏 有些东西是你不懂 有些东西是你不明白 但是你又不愿意面对 你得重新看自己 的这段情感历程 你得重新回头审视一下 周末这个事情这么放 一个男人反复数次地约 你的女朋友去吃饭 或者看电影 你的女朋友说不去 然后她还买了两张电影票 为了不显示 她跟这个男人的暧昧 她还选了一场战争票 你知道了 你会怎么想 可能确实是我做的 你还相信她吗 不用回答我 我要是你 要说对不起 我要是你 我得自己离开 因为你心没病 我没什么要说女生的 底线问题 这个应该是妈妈 教你的事情 还犹豫呢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五 对不起 我可能 确实之前有些 做得不是很好 其实我们这两年 我还是挺开心的 谢谢你能一直包容我 一直照顾我 希望你能一直幸福 跟你在一起 有开心的时候 但是我感觉 难过会比较多一点 我不想 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心里边 就是 就像在折磨我自己一样 可能你觉得 你对我特别好 但是我还是想 再考虑一下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官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打电话前来报名 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一起来看一下 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其实还有点替他们难受 可是我就在想有一点 一方面是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来了 算是一个活的标板 让很多年轻人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 但是另一个方面就在想 如果他们能够坦诚地面对 在下面把这个问题处理好了 又何必以这样的方式来分手呢 生活处处充满了矛盾 咱们慢慢地一起成长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京云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 京云中央厨房 走进爱情保险记 有网友提问说 结婚这么多年了 他对我和孩子都不好 现在呢被我发现 他背叛了我 但同时他又得了重病 需要十几万块治疗 我是给他看病还是离婚呢 我犹豫不决 真的是一个考验人性的时刻呀 你只要想明白一点 外人看来的呀 没有因果 他们只看到果 果是什么 就是在他重病的时候 你离开了他 没有给他治病 外人不会听你说那么多 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你如果选择 离开他离婚的话 你就做好背负 当一个坏人的角色 如果你不想这样 背负这个名声的话 那你就只能帮他看病 这其实也是为了 让你和孩子 这辈子过得心安一心 谢谢四位老师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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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